欢迎回到财经新世界 刚刚我们简单了解科技交友的趋势之后 接着我们来看看 究竟交友网站要靠什么样的内容来吸引消费者呢 业者有什么样其他可以延伸获利的机制 而经营网站又有什么风险 先来看我们的报道 衣服配件什么都有 房间主题也能变换 网路商城琳琅满目 但这可不是游戏网页或购物网站 而是交友网站吸引旷男怨女的方法 模拟真实住家格局 卧室客房展现自我风格 尽管分隔两地 交往中的双方只要回到同居公寓 就可能会有惊喜 看看对方又为爱的小窝 增添了哪些细腻巧思 创意服务吸引大批会员 不用额外缴费的一般会员 透过互动就能够获得水晶 用来购买公寓装潢或是送礼 不过想要进阶商品就得要额外付费 最划算的还是缴月费成为会员 这个东西就跟我们去一个电子商务网站 我们第一个还是要看 它的这个商品的数量够不够多 样式够不够多 那一样的当任何一个会员 来到一个交友会员网站 它concent也是这个平台上 会员人数够不够多 以爱情公寓为例 去年营收快三亿 其中95% 2.8亿都来自月缴189的会员费 以及网络加值服务 成立时间比较短的暧昧期 主打上市柜企业牌 欢迎大公司矿男月女成为会员 不过必须成为付费会员 月缴四百块 才能让留言数量变多 并取得优先配对权利 Get Me Now主打命理分析 没付钱的会员只能看基本盘 月付149就有命理师为你深度剖析 区隔付费与免费会员的福利 再加上实体联谊 安排吃饭约会 另外收取费用 也都是交友网站的获利机制 线上聊天 这个部分其实我觉得已经是 习中平常的事情 所以能够更进一步做到 有安全认证一些把关机制的 实体活动 我们发现这个需求 其实是比单纯的线上聊天的需求来得大 网络交友不能只是在荧幕后面 它需要被拉到现实生活上 先对这个人了解 信任他 对他有一些觉得他还不错 可以交个朋友的这个情况 他才可能愿意跟他出去 而且可能还不是单独的 可能最好是一群人 毕竟有量才有价 扩大收费会员的人数 同时让矿男怨女心安 才是交友网站获利的关键 雨点第六月是陈岳威台北报导 我们就先来看看台湾目前 前三大交友网站的特色有哪些 来看到权利最早的爱情公寓 继续靠网络加值服务来获利 还设计了一些包括了虚拟小窝 虚拟养宠物等等的创意互动 另外是三年前设立的暧昧期 着重是以兴趣为主要的配对因素 也强调企业联谊 同时整合了实体厂商 开发约会活动跟交友节目活动 那么最晚成立的是DemiNow 他们除了强调用APP来命理配对之外 也举办了课程交流或美食饗宴 并且是跟超商的通路合作 赠送一些赠品 那么当然各家的业者呢 各有特色 我们两位呢就来觉得 看看这个交友商机 你们觉得还可以延伸到什么层面 我们先请到Jason好了 延伸到什么层面 因为像一开始我们其实有提高过说 就是除了目前平台本身的功能深化之外 就是不管是垂直整合的部分 比如说可能是像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说 送礼物 因为像我们的话其实 目前有正在规划 包含是线上虚拟的部分 或者是说可能是电子版 比如说你本可能想要送一本书给一个女生 你觉得对她有好感 那这时候你可能可以用电子素的方式呈现 那第一个就是她的成本相对是低的 第二个就是她免去了所谓寄送 甚至你需要累积库存的状况 附作人的看法呢 你刚刚有讲到说 也许我们会为了要认识女生 所以我们去健身或什么的 你觉得还有什么其他的层面是可能研发出来的 我想我们就从需求跟服务的角度来看 就是我刚刚提到 其实我相信现在台湾所谓的婚友社的生意跟会员数 其实都很好 那另外刚才主持人跟Jason也提到 就是说目前在台湾来讲 大概每个人就是在这个族群 可能每年会花费大概六万块 在这个所谓的交友这样的消费上面 可是我们仔细去想想 这六万块他会花在哪里 他可能愿意花三万块五万块去加入婚友社 可是他可能只愿意花一百块两百块加入会员月费 所以我们应该是从这个角度去看说 那婚友社对于现在这些族群 他所产生的价值是什么 那我怎样把这个价值跟我们现在科技交友 网络交友价值把它连结在一起 比如说我们提到说婚友社他愿意付这个费用 其实有一个很大原因 是他有帮你做一些筛选 那这个筛选呢某种程度并不是电脑在筛选 像选土豆一样 他事实上是透过婚友社 他根据双方的资料 已经事前帮你做了一些筛选过率 那后面呢再加上说他去精心设计的一些 不管是联谊活动啦 或者是一些这个配对的这个模式等等 所以我想其实这方面我非常认为就是说 我们目前的交友网站可以再多多去看说 现在实体的婚友社他在做什么 那彼此应该不是一个竞争 而是我们目前看到一个落差 就是说怎么样把传统的婚友社 跟我们现在这个正在蓬勃发展的科技交友网站 两边可以做更多的reverage 那我相信这个两边可以创造出更大的一块商机 实体的合作还有什么 比如说会有以后会有约会顾问吗 或是会有什么样的延伸出来的层面 是我想这个其实就像刚才立文提到约会顾问 我想这个其实真的是一个很好的idea 就是说我们现在上交友网站 可能我只是一个平台 反正我这边很多人你们就透过一些机制去挑 可是我觉得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大概慢慢发展到一个程度之后 我们就要去想 是不是每一个我交友网站 当我成为会员的时候 我真的有一个约会顾问 那举个例来讲 约会顾问可以做什么 我相信现在几乎每个人都有FB的账号 都有一个line 或者说像国外可能还有pass 还有什么等等这些 那这个约会顾问 你可不可以先去帮我 当我有一个心仪的对象的时候 你可不可以先帮我偷偷的去调查一下 那我这个心仪的对象 他FB上面的好友都是些什么样的人物 或者是说他在我们这个inscrime上面 他都喜欢看什么样的商品 类似这些 那这个我相信就会更加诱导到 不管是我们刚刚看到说 你可以虚拟的买一些礼物 送给你心仪的对象 或者是说当实体见面的时候 你有更多的话题可以聊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是 我们可以透过科技的方式 帮我们的这个所谓的 有交友需求的人 做一个真的是非常贴心 个人化的约会顾问 看起来 不过我们就要请到Jason 你觉得说 当然你自己在经营交友网站 目前交友网站主要的 当然我们的获利来源主要是哪边 就是除了当然你自己经营的 还有你现在看到业界上面 大家的获利来源 以目前业界来讲的话 主要都还是所谓 像刚 附作有提到 基本上你可以把交友市场分成两块 以台湾来讲 就是目前一般比如说像爱情公寓 爱美琪或是DamingNow这样的交友网站是比较 比较大众化的 另外一块就是所谓的像婚友社 婚友社基本上是比较小众 那这些人的族群 他的需求非常明确 就是我今天来我交三万块 你就是要安排人跟我相亲 我要结婚 他的需求就是要结婚 对他没有他没有想要说 我只是想拓展生活交新朋友 所以以这两种model来看的话 比如说以目前的交友网站 基本上收的都是所谓月费 那这些人可能付了少少的月费 那换一个我可以认识新朋友的机会 这是一种 那因为我们focus在网路上面 所以他可以延伸出很多的新的商机 比如说像我们爱美琪本身来讲的话 我们非常重视兴趣这一块 所以每个人在做兴趣分享 可能我喜欢兴趣叫运动旅游音乐 那我就会写很多 我平常累积生活 我到底在做些什么 像刚刚附作有提到一个 约会顾问的概念我觉得非常好 那这个东西的话 以一般交往在 比如说像爱情公益好了 400万会员 你说要让比如说5万人付费 你有没有办法提供一个 爱情顾问的团队 去服务这5万人 我相信可能有一点点困难 那以我们角度来讲的话 我们就是反而是用 这些会员累积的兴趣的量 来分析 比如说我可能累积下来 我每po10篇文章 里面有三篇是运动 两篇是体育 两篇是音乐 三篇是电影 那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系统 就可以分析出这个人 他真正的一个兴趣的图谱 到底是什么 甚至可以比如说 因为系统知道我 所以我就可以推荐给 利文对我有一点点意思的话 你可能可以送我一些什么东西 比如说可能是送我一双 Nike的什么袜子 maybe是这样子 好 那但是如果说 刚刚提到有很多付费功能 当然如果会员人数多的话 也是广告收益 也是主要来源 但是我们如果以这个付费功能来看 到底怎么样付费功能 可能是比较多网友会选择的 比较受到网友青睐的 对以目前的 比如说真正像真正做交友网站 然后上规的 比如说像爱情公寓好了 以他的model来看的话 基本上就还是付月费为主 然后买一些虚拟的道具 比如说布置 布置家里啊 甚至买他小狗的饲料啊 都在虚拟上面 那另外一块 刚刚主持人有提到广告 那广告以目前爱情公寓的营收 基本上占的比例是小的 也就是说因为其实以网路圈来看的话 可能你的流量真的要大到一定的程度 可能是大到像比如说雅虎 他基本上就是台湾的流量的霸主 那你在上面 他才有办法真的靠广告来撑起 一个公司的营运 对好 我就来补充一下 他们的这个 我们刚刚提到很多的网站 交友网站会员费用是大概是怎么样呢 大概是每个月 从200块到500块不等 当然收费的会员人数越多 营收的成绩自然就会更高 不过虽然这个科技交友很方便 但是又省湿 可是还是不像我们就是说面对面的相处 那能够直接观察对象 但是很多人就会怀疑说 会不会有很多的风险跟着产生 主任的看法呢 会不会很多人其实很担心安全性的问题 对不对 是 我想 其实网路的安全性 其实一直都是 我想我们做网路事业 特别去注重的一个环节 那尤其我想 以目前的国内的这些交友网站 其实大家对这方面也都非常的关注 那我想基本上一些基本的把关的动作 每一个交友网站大概都会去做一些这个管理管制 那我想除了这个之外 我想更重要的就是说 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 每一个上来这个网站交友的这个使用者 你自己也要有一个很健康的心态 那第二个就是说 接下来我们可以去再去延伸 就是说除了这个会员 在这个网站本身留下的一些checking之外 像刚杰森提的之外 就是说未来我想应该也是 要再把这样一个checking记录 就是我刚刚提到放大到说 一些他在其他网站上的一些 所谓的使用经验 那这样子来讲 我想比较会对于这个初次的使用者 当我透过网路认识一个 可能是未来交友对象的时候 一个比较这个安心的一个政策 这个就又是回到我刚才讲的 以前的媒婆为什么相信她 因为如果我被对方骗了 我会去找媒婆 她找得到人对不对 我想所以这个部分来讲就是说 除了网站本身的安全机制之外 我想未来其实我们应该会 从网站本身再连接到说 这个对象本身 他到底在网路上的一些行为 怎么样可以很快的让 有意跟他交往的 这些网路会员能够了解到 好 我就现在请大家来看一个 我们整理的这张图表 目前教育网站 他们所做的一些安全性的 一些把关 我们看到爱情公寓 他们有规定是要满18岁 那包括还有网友检举的机制 跟24小时的网路审查 另外监密闹是多重身份认证 以颜色区分身份 MH是企业团体认证 跟列管高风险的会员 当然每个网站的 网路安全的管理不太一样 我们就请教一下Jason 您怎么看 就是在网路的安全管理上面 目前大家能够做到的 大概是哪些 以我们的话 其实我们 爱情运行非常重视 就是所谓网路安全性 交友安全这一块 所以我们特别去 绞尽脑子去研发 比如说像 我们非常有特色叫做 企业认证的机制 那基本上我们是相信这些 上市贵的公司 他对于员工 email的审核 比如说今天 列文是UDN的员工 那这个时候 你在我们线上说 要做企业认证 你就输入UDN的email 那之后你按送出的时候 系统会发一个认证的连结 到你UDN的信箱里面 到你outlook 那这个时候 因为基本上一个 正常的上班组 不太可能把自己的公司email 借给任何的亲朋好友去用 那所以我们就可以相信说 这个人的确在这边上班 那像刚副主委有提到 就是如果假设真的出了什么状况 我们可以找到人 而且这个人 他在线上的活动 Behavi他就会非常的 会比较谨慎一点 他就不会说一些奇怪的话 因为他会知道 我们知道他是谁 对 这是一个 然后另外一块的话就是 因为毕竟是交友嘛 交友就是要有出口 所以出口就是 他们会想要见面 会想要聊了两三个礼拜之后 会想要知道 这个人到底是长圆的扁的 是不是照片是骗人的 那见面又是另外一个 可能产生一些安全性疑虑的地方 也就是为什么会有很多 比如说约会之后 然后发生不好的事情的状况 那我们为了 就是解决这个点的话 所以我们推出 比如说像 我们跟很多企业合作 去办联谊活动 这是一块 像我们接下来的话就是 我们过去三年 其实办了很多 非常多的联谊活动 大家想要加起来 应该有超过100场 这是一个 然后另外一块的话 就是我们国立会员 他们去做纠团的活动 像我们执行长Sam的话 就是一直鼓励这些会员说 你只要去纠团 那像我们线上 其实很多会员 办很多非常有趣的团 像上个礼拜 有人去乌子港冲浪 然后之前有人去 去三峡烤肉 就是非常健康 然后团体的行程 对 不过我跟上刚刚讲了 很多的安全的把关的方式 不过我请教大家副作 当然我们现在刚刚看到 我们整理的一些三大网 交友网站 都会有一些自己的把关方式 不过还是会 不断的陆续的会传出 有些交友方面的一些 纠纷或是争议 安全线上 你知道还有什么 可以再继续改进 或是加强的呢 是我想从技术的面向上 来讲的话 当然我想 以目前每一个交友网站 都做的 今算是蛮完整 从技术面上 那我想另外就是说 其实再可以去 做一些补强的 就是其实我想 其实现在社群的力量 是非常大的 那所以我们也可以鼓励说 未来除了网站本身的 网安交这个机制之外 我们其实我们可以导入一些 口碑的机制 就是社群口碑的这样一个机制 那我相信因为社群口碑 或者说这个所谓的 社群评价这个机制来讲 其实目前我们看到 在网路上传播速度 是非常快的 所以 maybe就像刚才Jason提到 如果今天他是个企业员工 当然他会有所 稍微有所戒心 对 那但是如果对于一般的 对于一般的这个 网友来讲的话 但是我想在他这个 平台过程上 比如说他这里面 可能有他FB的账号 可能有他 在Google上面做过什么事 然后呢 第二个就是说 透过这些呢 我们像国内最有名的 从这个PTT开始 其实我们一直觉得说 技术其实都是去 弥补人为的这些过失 那还有一个 很重要就是说 怎么样透过群体的力量 因为网路本来 就是个群体的力量 透过社群 透过口碑 然后来做一个 互相的保护 我们觉得这个 其实是一个 可以去鼓励的方式 真的还有很多 可以再加强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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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